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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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好特别的这句话 这个谁 巴拉罕很想去 可是李宗盛说什么 他说我必与你同去 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 和不着荣耀 就那句话很特别 我那时候来读这句话之后就觉得很特别 也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很可能这不一定是神要来成全我们 或者祝福我们的事 可能它是一个好事 可是不一定是你要何着祝福的事 你也懂了吗 你也懂得懂这句话吗 给我看 不用去问 来 再读一次来 第九节再读一次 李宗盛 李宗盛说 好 荣耀 好 我们往下 因为我今天要组的 我们来看看BBT BBT 回到BBT 新起 新起 你当新起 新起 讲了四次的新起 对不对 讲了四次的新起 那个新起的意思是什么 记不记得我这个讲的 我们来往下看 我抓到另外一个经文 我们来读歌连的两个书 第十章 十六节 十一 北风啊 新起 南风啊 吹来 吹在我的云内 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 愿我的两个人进入自己的年龄 是那家美的国籍 李宗盛翻译本 他怎么说我们 请读一句 北风啊 吹起哦 南风啊 吹来哦 是我的院子 能发出香气 使他的心向跳出来哦 愿我的爱爱人 只进入他自己的原子 是他自己家内的所知 阿们 我在预备这个新起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一个经文 好 新起 新起 神这个季节要新起我们 新起我们 那你知道他要新起我们做什么吗 他有新起很多不同的层面 对不对 对 你们猜我已经收到什么了 四个字 其实外面很多人在做的 好 叫做门徒训练 我觉得他要新起我们开始去做门徒训练 我们进入到什么 进入到什么 与他一个亲密的关系 能够训练使你装备你起来 成全神在你身命当中的心意 可是有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什么 你与他的关系 你会发现这跟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颁布的大什么 使命跟什么 大诫命很像 那使命说什么 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被装备起来 使更多的人能够明白 进入到神的心 能够成为他的门徒 同样的大诫命说什么 我们要尽心 尽性 敬意 敬意爱着我们的神 而你进入到内世 进入到他的心 重不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要来这个诗歌 我有用了一个 有吗 能读训练的 帮我放一下 抓了一下网络上写的能读训练 我觉得他说写的蛮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他说门徒训练的意义是什么呢 好 我们请 崇恩的麦克风队来帮我读一下 或者你可以看一下 他在读你的手机 下 门徒训练的定义 下的定义是 吃力不同 好 却幼稚为必要的事 同一字 对不同人来说 可指不同的东西 同需我为门徒训练的讨论 提出一个实用性定义 门徒训练是指这样一个过程 带领人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 并通过精心设计的成长策略培养他们 使之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然后他们也可以在其他人身上 这整个过程 好 他是一个开玩笑 他在前面开玩笑 他说是一个吃力不讨好 就是有时候你想一想 你去训练他 但是他就怎么样 慢慢 或者是有很多的状况出现 但是很重要 很重要 门徒训练是指这个过程 他带领人跟什么 跟什么 带领人做什么事 是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 所以门徒训练的目的在什么 做到你自己吗 门徒训练是建立你的王国吗 门徒训练在做什么事 帮助他跟神建立关系 而为什么门徒训练很重要 你知道属灵父母也是这个重点 你是属灵父母吗 属灵父母的意思 一个爸爸妈妈他渴望他的儿女怎么样 成为一个很棒的人嘛 对不对 很重用的人嘛 社会上以后不会没工作的人嘛 门徒训练我们也是渴望你在信仰里面 你跟神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什么 正确的关系 正确的关系 通过精心设计的成长策略培训他们 所以精心设计就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想的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 不是统一都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三期我要做这个 我刚刚在鼻子里这样怎么懂的 神在你身上一定有你的呼召 命令 方法 策略 有没有 有不可能一样 如果你们家里两个小孩就知道 同一套方法 养老大可以 养老二就没办法 同样的 可能老二很吃这一套 老大玩得不吃这一套 有没有 家里有两个小孩的 是 有吗 是不是 那个宋明也是吗 忘记有私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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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真的相应才施教 每一个像我们当老师的 我们就发现真的一个教材出去 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造学的 神兴起一个事件是要打击你我吗 是吗 他兴起一个事件要什么 要使我们从这当中明白出来 所以门训也一样 我为什么这样讲 当假设我在训练岳书亚 我设计了一套给岳书亚做 请问他都一定合用吗 一定合用吗 不一定啊 所以他随听哦 我们未来在开始走门书训练的时候 他需要做一个事情 他需要跟我随时在什么 check 确认 这有没有需要调整的 有没有需要再改变的 了解吗 所以同样的 小家跟你们之间 你们是需要反应的 这一块我听不太懂 可不可以再跟我讲一周 我还是听不懂 可不可以再跟我讲一次 好吧 好 我往下读 所以他说牵扯到四个重要方面 请第一个 第一个 带领人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 合乎圣经的门徒训练 始于晋级的传福音 门徒训练者 必对至上的人有负担 因此门徒训练就是 带领人借着基督与神 建立正确关系的过程 耶稣的真门徒一定有普世的异象 借看到庄税以熟及及心 心系师上者表现出来 好 很好 一定要有普世的异象 那我们顺便借着这个来讲 我们只好会在9月10月9月26号 各位旁边说一下9月26 9月26号 我们会有那个幸福小家出来 幸福小家 你把没有幸福的你的家人 你开始这几周 赶快还有时间 为他祷告 那你发现他很有兴趣的 你就把私房出来到福音部 如果你没有福音部的资讯 你就丢到小家里面 就说请代转为福音部 你把那些很重要很渴望的是神 很渴望能够有机会接触的 或者你不一定知道他能不能是神 但是你为他祷告 他愿意来的也可以 我已经问到一个人 我已经问到一个人 他愿意礼拜三 他在等我们了 好 等我们的时间 就是所以你自己可以开始积极的 还有你的家人没幸福的举手 家人还没幸福的 请一定要赶快在家里 赶快为他们祷告 期待他们能够幸福 好吗 好 好 对他们有负担 对灵魂有负担 第二个 第二个 培养他们使之长大成人 充满基督长成的声量 在灵命成长的每个阶段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的灵命长大成熟 灵命成熟是新约中门徒训练的一个关键点 那精心的装备还包括了 使受伤和痛苦的心灵得到恢复 该目的不只是带来安安 还要培育人长大成熟 好 他要使什么样的人 受伤跟痛苦的心灵得到什么 恢复 好 你过去的成长当中 你有一些让你很不懂议的 很痛苦的急举手 好 或者让你还是很受伤 想到会滴汗 流汗 不是流汗 流泪 然后呢 会难过的急举手 好 这些记得 他要帮助你走出来 好 帮助你走出来 所以上礼拜我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跟我家人的互动关系等等 我讲了之后 我里面已经都是很平安的 都是很平安的 真的走出来了 不只是得到 要得到 不只是得到安慰 还要得到什么 还要怎么样 长大成熟 你已经越过了这些来看这件事情了 我简单举个例子 最近瑞丰他们 他现在高中了 他来看国中的数学 他一天跟我讲说好简单 好简单 怎么那么简单 我就说因为你现在高中了 所以你看国中的数学 你就不一样 可是你在当中呢 好难 好难 你就会觉得好难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已经跨过了 所以生命也是一样 我们可能在这个阶段 我们会觉得好难 我跨不过 我跨不过 我往上一阶的时候 我就发现什么 好简单 所以每一个人 请记得 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不一样 尤其旁边说你没有跟我一样 你不一定跟我一样 不是你没有跟我一样 你不一定跟我一样 你不一定跟我一样 但是你会 我会陪着你走过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历程不一样 但是我们彼此陪着对方走过去 你有懂吗 你如果走不过 你赶快跟你的小家长反应 你觉得你这边真的走不下去 你走不过 你是可以反应的 真的有 你在需要的时候 你就知道有家人多好 有家人多好 因为真的那个手 有人抓着多好 就是那个感觉 就是那个感觉 好 所以神要使我们 能需要目的什么 使我们成熟 成熟 不幼稚 成熟 不软弱 成熟 长大成熟 来第三个 第三个精心设计的成长策略 我们不能让初信者和信徒自己去成长 我们需要精心的对初信者进行追踪 要将信徒培养成真正的门徒 我们就需要采用精心设计的成长策略 我们必须为多层次的门徒训练 开发一套以圣经为根基的核心课程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为每个人提供相应的训练 涵盖初信至灵命成熟者 好 我要cue这段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那时候教会其实两个干事 照一般教会已经够了 为什么我就想到说还需要一个 我就是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 精心设计的一个成长策略 我有一点点想法一点点做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 所以我就跟教会提出来 我们要不要也有这个 这个 刚好我们就 神就兴起了一个人来跟我们忧虑力表 然后我们 他还想跟我们应征 我们要不要 我就觉得太好了 刚好鱼就来了 我们需要神都听了我们的祷告 鱼就来了 所以我们拍手叛逆鱼 我们给大家说我们叛逆鱼 叛逆鱼 他就成为我们第三个干事 那我就是未来 鱼这边会开始跟我一起 我们要开始把更多的菜 这个初信造就 这个生命成长的菜端出来 好 那在他还没有来之前 这个9月之前 我们其实教会有设计了 线上成人主日学 你有参加的几句时候 几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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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人 你有吗 你不是有 你不知道 哈哈哈哈 我给你不知道你有 好就是几只打球方向 就是我们开始有一个线上 你自己找时间 我记得快乐小巷推过对不对 有吗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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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呢 你自己上线 然后呢 加一支一我就是十个 二十个祷告 最后一回 好好好 我们一起去 就等会想不到 可以 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一阶每一阶的会补的历程 从最简单的开始教你怎么报告 到第二阶第三阶几日几日几日几 那你自己 在那一阶完了 你就要上面告诉我们说 我已经完成了这一阶 然后请帮我拉入下一阶 然后我们就会帮你拉入下一阶 这样子 就是帮助你去念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我们要开始做一个 是针对你生命历程的 包含圣经 包含圣经 我们现在不是有美日凛阳吗 那我的女婴来了 我现在比较有时间了 我会开始把一些相关的背景的 可以的资料给你 提供给你 就是 就是怎么讲 中央厨房 会供应你更好的灵修资料 也就是我现在读诗诗记第一章 除了读圣经以外 我会给你一些相关的资料给你们了 有没有很棒 有 怎么有这么好的教会 对 设计的这么好 好 我们会帮忙 然后我也想到潮壮 潮壮每天 整理好多资料 都供出来 就在他的电脑里面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说他把马太福音又用了一套 是不是 还是什么福音又用了一套 我给大家讲 我们需要你的资料 需要你的资料 不要自己残害自己的电脑 不要带去见耶稣 没用的 就是他整理出来 就是提供出来 我们这样提供给大家 那你就可以有多一点的参考 如果你自己对圣经很渴望专严的人 我也鼓励你 如果你有好资料 你也可以pass给我们 我们让这个东西更全面 好吗 好 那你想加入的这个 我们就请跟小家长报名 小家长 请跟小家长报名 那我就帮你拉入 这叫圣君群组 我们从今天应该是四十句群组 这样子 就把你拉进来 你想看的这样 好吗 我们再来看 第四下面 然后他们也可以在其他人身上倍增 这整个过程 属灵跟倍增是门徒训练的核心重点之一 门徒训练所关乎的是通过 是通过倍增时影响力达到最大化 的确没有计论者就没有成功 没有繁衍出有效能的门徒训练者就不是门徒训练 我若想知道我们门徒训练工作做的怎么样 就必须寻找属灵的果子 果子有可能今天长出来 然后明天就没了 然后后天再跑出来 果子就是果子讲一次 有就是有 我会今天有明天没了 然后后天又有了 所以代表而果子经过一个事件里面 就发现你这个果子有没有在你的里面 你们懂得意思了没 所以不要告诉我 我就怎么样 那个就怎么样 就代表你这个果子没有成 你这一块还是你的最大的弱点 还是你还没有成的地方 那你懂了吗 门徒训练 我跟你讲蛮辛苦的 可是很好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 我在两年前 我们那时候墓主教师营 全国教师营结束后 然后就有一个教授 那时候是教授 一个教授 跟一个校长 跟一个副校长 还有我 江牧师 你我们的牧师 我们六个人一起谈话 他们三个 包含着 还有另外一个例点 等于就五七个人一起谈 然后那个教授 他是比较是 叫做什么 就是 他们有叫做 研究单位 他比较是研究的 有点像师范的那种教授 他把一些想法背出来 所以他就说 江牧师说 你应该 你既然有负担做这个教师营 你应该针对教师的生命 要帮助 要持续的帮助 所以你应该要有师资班训练 要有师资班的训练 然后另外一个校长就说 如果有 我很想参加的 虽然问吗 我很想参加的 我应该要被训练训练 就这样子 非常好对不对 听得都很棒对不对 谁来教 然后呢 江牧师跟敏文就说 太棒了太棒了 然后回头转个 第一位你来教 就这样 那请问我 我有被训练过吗 我也没被训练过啊 什么是训练啊 训练什么 训练要做什么 我只是一直告诉你说 有很多的生命 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 有很多东西 就是自己跟神的关系 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上去 因为有 我特地听我说 阿爹你又没有教我们 就心想说 我有很多没被教啊 来跟他跟我说一次 前面那个很多没被教的 是不是不要说 教会都没教你 我没外很多没被教的 然后呢 他就跟我说 要去训练这些老师们 我就拿起过去的功力出来 所以第一堂课 我那一次大概报名了五十个人 五十个这样子 第一堂课我就觉得 自己在讲的这样子 上去跟上去 我看不懂那句話 这意思就很棒对不对 就是自己讲的很棒这样的 我就觉得我那一堂课就能 使出浑身的力量 哇把他讲完 两个小时 结束了 我回家正在沾沾自喜 哇 過了一個難關這樣子 還沒到家就接到一個電話 他就說 我跟你說 你今天講得很棒很棒 很棒很棒 我知道你已經花了很多的心力講了這個 但是比較像特惠 不像實質訓練 意思就是說 這個道紙很好 這個信息很好 比較像什麼 特惠 不像訓練啊 這樣子啊 他說我們剛剛好像只聽了一道 沒有被訓練啊 你知道嗎 那是禮拜二晚上 我禮拜三 就是我那時候二跟三同時開兩個不同的班 我記得二是等候神 三是服侍 三是服侍 主耶穌啊 明天又是另外一批人來 有一些重複的人 應該是又一批新的人 我說主怎麼辦 怎麼辦 什麼叫 這時候我又回來 我有點在想 什麼叫 師資訓練 我就想 張露斯在訓練中心 不就講一樣的東西嗎 我就知道他的東西 整名在重新來 對啊 而且他是訓練中心 他不就是訓練嗎 你知道嗎 我那個晚上幾乎怎麼沒怎麼睡 因為我就花了蠻多時間等候神 等不出來啊 對不對 等不到啊 不知道怎麼辦啊 我就一直這樣 然後早上起來 其實蠻累的 可是我就繼續在等 我就問主 主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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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不會 不會想不出來 因為沒有人 沒有各樣的 就是我的腦 我的怎麼樣 頭腦裡面沒有任何可以參考的東西 沒有 零 完全想不出來 我完全想不出來 我就在傍晚四年多的時候 忽然一個想法進來 然後就開始打出電腦開始 那天晚上來 一結束我就趕快跑去跟我講那個人的前面 因為他跟我講說 不像施視訓練馬上課會 我就問他說 請問你今天上了怎麼樣 我說 太司機了 是果然才叫施視訓練 我觉得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这是他对我的训练 可是可能对你的训练 神有神的计划就难排 我有没有办法服在神的大人当中 我有没有办法兴起兴起 兴起兴起 而不是大吉大吉 而不是退缩退缩 而不是放弃放弃 我是兴起兴起 我是兴起兴起 所以我要再讲的是 在这个季节 神把你聊在这个教会里面 绝对不是不然的 生命要发展 生命要发展 所以去年的你跟今年的你 有没有不一样呢 如果多了很多金 有没有不一样呢 你的里面的生命有没有不一样呢 有没有 有吗 美春我知道它有真的不一样 我相信也很多人有 你要知道生命是要发展 这是第一块 再来我们这一年 第七年要做的事情 第二块是什么 北风啊 兴起 南风啊 水来 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好吗 第二块我渴望你真的你 好 这不是这个经文 经文 这是一首歌词 上面上面 不是那个 刚刚的那一个PPT的上面 对这个我们再一次一次好吗 请 北风啊 兴起 南风啊 吹来 吹在我的眼内 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 愿我的良人 进入自己的原理 是他加冕的果子 心起 吹来 我渴望在这个季节 第二个我们的关系 在这一七年当中 我们要进入到第二部分 就是你与神的关系 够不够真实的亲密 所以跟我问自己一次 我是客旅还是家人 我是客旅还是家人 我是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来这个你跟他的关系 你只是偶尔 哎我们又见面了 我又来住宿了 我又来跟你困面了 还是你真的像家人一样 是每一天的 客旅是每一天吗 不是嘛 一阵子来嘛 一阵子就没来了嘛 但是家人是什么 每一天的 你跟耶稣基督 有没有每一天的关系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四个最重要的 还是回来再继续讲哦 第一个就是 我们最重要的 什么 什么 读经 好 请问你有每一天跟着教会读经进度的 有每天听每日营羊的 请举手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然后跟每一举手说你要加油 要加油 要加油 读经 第二个 好 祷告 每一天 我们至少现在有给祷告成墙嘛 好 祷告成墙 你如果不知道什么祷告的请举手 啊 现在都很乖 都不乖 不乖 你不知道什么祷告 祷告成墙非常好 因为祷告常常从自我的祷告 我们发现 然后进入到什么 为家人的祷告 再进入进入到什么 为教会的祷告 再进入进入到什么 为国家的祷告 好 而国家 我们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进入到为很多的国度的祷告 国度的祷告 所以这是使你很多在灵里面 一直在拓展你的生命的地方 你不是只是在为 很多基督徒都永远知道为什么 自己祷告 偶尔会为家人祷告 偶尔会为教会祷告 可是我觉得我们家人现在很棒 我们几乎已经全面了 好 已经全面了 这样子 好 所以这是很重要 这是很重要 好 所以祷告 读经 祷告 好 后面两个是什么 赞美 跟本后 你每天有没有起来跟神来称颂 来赞美神 有没有 好 所以 有些人跟你面子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你看起来应该是笑容的 好 更多笑容的 好 然后第四个是什么 本后 本后神 你需要在内世里面与祂建立亲密的关系 而借着亲近祂等候祂 这是一个很重要 好吗 好 那我们待会要唱一首诗歌 这跟这个有关 因为我们今天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要一起来粉后神 好 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好 我们来看一首诗歌 那我们来说 那我们来说 愿啊 愿你来 我渴望圆中 一出香气 愿心得满足 好 这是谁的对话 我们 我们心部在跟他讲 北风啊 新起 南风啊 吹来 良人啊 愿你来 我渴望圆中 一出香气 什么意思 怎么叫我渴望圆中 一出香气 就是我的生命是不一樣的 我的生命是被淬煉出來 是有香氣的 是有香氣 是使人看到我的生命 發現你真的不一樣 所以有很多時候在我生命當中 有一些苦的東西不用覺得怎麼樣 有一句有一個詩歌講到什麼 橄欖落木 葡萄一樣 所以就是願我的理念 我的渴望我的理念中 能夠溢出香氣 使你的心 使耶穌的心得到滿足 好 我們第二個我們起來讀 北風啊 興起 南風啊 吹來 兩人啊 求你來 因我屬於你 你屬於我 你是我起初而最后的愛 兩人大求你來 因我屬於你 你也屬於我 好像你跟神的關係是這麼親密的 不是 寧願的 那個關係是你屬我 我屬你的 我們再讀第三段七 天雖影黑 風雖影大 我聽見兩人在親身呼喚我 是因我轉身而離去 我的過緣荒涼 他在講到好像看似天雖已黑 風雖已大 有時候環境似乎讓你覺得你很孤單 天雖已黑 你好像在這個黑暗的裡面 風雖已大 讓你覺得你很無法忍受 無法遇到的一個遭遇 甚至於你已經怎麼樣 離去 你覺得你裡面沒有一個造就 沒有一個 可是呢 阿慧後面的回應 我們一起來讀最後一段七 我要起來尋回所愛 再與你相遇 在我兩個圓中 我知你能在溫柔等著我 來獻上承受的愛 再一次 我要起來尋回所愛 在與你相遇 在我兩個圓中 我知你能在溫柔等著我 來獻上承受的愛 所以我要起來 我要起來 我跟你講這跟我們今天的經文因為什麼 我要興起 我要起來 我要興起 神溫柔的一直在呼喚著你我 他不希望我們一樣在這個黑的裡面 不希望在這個風裡面 這個環境不容易裡面 這個很苦的裡面 他沒有要 讓你起來 所以那個起來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你要離開你原本的舒適圈裡面 你覺得我在這裡很舒服 我在這裡很好 那個起來就是我要 離開我原本的舒適圈裡面 我原本覺得很安全的地方 我原本覺得很好的地方 其實信仰也是這樣 對不對 對我們這個第一代基督徒來說 信仰也是這樣 我進入裡面 我無可未知的一個地方 我起來 我回應神的呼召 我回應神的呼喚 我起來 我向他說 神啊我來找你 我來跟你念會 所以雖然不要回來再講 你看似你的環境很不容易 你看似你可能出現了一些狀況 神在親身的呼喚你 祂在親身的呼喚你 祂要幫助你 祂不要你再繼續在這個環境苦的裡面 祂不要 祂要來幫助你 所以你起來尋回所愛 你有耶穌做你的靠山 你有耶穌做你的幫助 你有耶穌與你同在 好嗎 我們來一起來唱這首詩歌 我們來跟神來說 我們一起起立 我們來祂一起敬拜祂 衝通的媽媽妹妹幫你衝通 我來跟我們一起說 耶穌 耶穌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我來找你了 我來找你了 我要回應你的誤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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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個詩歌來聽吧 從我一起說 發陳吉 eben geschric的中文章 他忘了參加 我能唱我